这点跟大家特别推荐的就是在昨天 华尔街日报所独家发布的一篇文章 其中就披露了习近平清零政策大转向的内幕 作者之一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魏玲玲女士 那么这篇文章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文章介绍啊 其实在去年十一月之前就有报告表示 整个全国之内的感染率不断的上升 清零已经清不住了 尽管你三年实施了严格的封锁措施 似乎病毒还是又占上风 另外呢清零的代价是越来越高了 中国的出口出现了大幅的削减 零售不景气 地方财政也几乎耗尽 很多人心里也出现了几乎崩溃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根据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所透露的信息啊 习近平当时其实还没有做好准备扭转清零政策 即使是到了十一月的时候 习近平本人在是不是以及如何结束清零政策上 还是犹豫不决的状态 那么是什么是习近平政策转将的导火索呢 可能我们有一些朋友已经猜到了 就是十一月下旬 中国一些最大的城市出现了非常罕见的街头抗议的浪潮 这呢是一个关键的导火索 另外呢就是很多地方政府部门 已经开始向中央发出紧急请求 促使改变政策 结果就导致十二月初的时候基本是废除了清零 但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矛盾呢 就是政府已经决定废除清零了 但是全国各地医院的医生护士 中国疾控预防中心地方分支机构的这一些卫生官员 都没有得到要进行转变的预先警告了 结果导致的一种情况就是医疗必需品储备没有改变 结果一下子病人的数量出现了激增 就出现了供需之间这样的一个矛盾 真的是这篇文章中透露出的非常关键的一个信息 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清零政策解除支出 全国各地出现了这样的乱象 以及一些药品和基本的卫生资源供不应求的情况 文章还首度披露了北京高层对于抗疫的反应 那么这篇文章中表示 最开始习近平是希望对于清零战略进行某一种微调 而不是大幅的松动 中央给出的信号并不明确 有一些地方官员甚至是出现了收紧了清零限制 但是根据华尔街日报所了解到的接近决策层的官员所说 当时开始有零星的报告 说全国各地有一些小区开始出现了反抗活动 对于强制居家的规定表达不满 而在十一月二十六号和二十七号两天 在中国大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公众抗议 当时甚至有一些抗议者直接把抗议的矛头对准了习近平和执政党本人 用华尔街日报的原话说 这让习近平和他的核心圈子感到非常的震惊 因此是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清零越来越徒劳 社会经济成本越来越高 另外一方面是抗议越来越压不住 甚至直接对于最高领导层形成某一种批评的态势 这样的两重压力之下 习近平最终决定是完全抗议 完全放弃清零政策 文章还特别透露 李克强在圣诞的电话会议上 有这样的一句话 说现在改变政策的时机正确 基本条件也得到了满足 要求医疗交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高级官员 都对政策转变进行确认 但是同时也强调习近平清零政策 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这就是这一篇文章中的要点 那么大家也可能注意到 原来今日华尔街有一档节目 叫做华尔街网报 基本就是对国际媒体跟中国相关的消息 进行第一时间的翻译和报道 那么现在我们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整 未来我看到国际媒体 关于中国的有价值的信息 我可能会在第一时间进行编译整理 然后在六度世界上 有个叫做六度新闻8的板块 进行率先的发布 所以如果您觉得看视频太累 看文字更方便 也欢迎让大家到我们新开通的这一个新的社区 叫做六度世界进行浏览 里面可能会看到我还有其他的 我们的一些网友看到的一些重要的新闻 而有关于抗议政策的调整 华尔街日报这段章所披露出的一些最新信息 小杨和Eric 你们两位来评论一下 有什么样的看法是不是符合事件你们的预计 Eric你先来 我不知道他讲的这个这个内幕 你先来跟他讲一下 那我先来说吧 这个其实呃 在11月下旬12月初啊 这个街头的运动发生之后啊 其实很多我留意到网上有很多声音 呃 我也留意到12月在这个运动发生之后啊 包括北京啊 很多大城市 他们基本上当时还在方舱里的那些啊 阳性的病人或者是这个有密切接触的密切接触者 嗯 迅速的就被放上了 被被怎么说呢 被啊 赶出方舱也好 或者是被这个送回家了送回家也好啊 这个我更关注的是呃 这个大规模的传播啊 疫情这一波疫情 中国这波疫情大规模的传播 那到底是在在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发生的呢 还是说 大规模疫情导致了这个决定的呃 这个决定的下达或者是做出的转变 这个是我最关注的 或者是因为毕竟呃在我的这种概念里面 我记得呃 我们在不久之前还在讨论奥米克戎 现在更多网络上的声音在讨论奥米克戎的一个新的变转 这个这个因为我不是医学专家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呃可能是不太一样的毒株的疫情会会不会让疫情的传播叠加起来造成一个更大的传染的影响 这个可能是我最关注的呃 XBB1.5是他的传播力比较强啊 他已经起码达到一个麻疹的一个水平 呃但是这个很难解释 为什么突然一下有那么多人呃 二十多天三十天的上亿的人的感染 这个确实是不太好解释 我也不知道他里面发生了什么 之前就有呢 还是说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所谓免疫挖地 就是呃中国的民众 普遍的免疫的这个这个体内的免疫的话要要比较弱 一个是他的这个疫苗呃质量可能不如这个在巴西的数据显示 他不如这个mRNA呃 第二个呢就是大部分人都没感染过 大部分人都没感染过 你不像美国那么多人都感染过了 那每个人的体内基本上都像我都感染两三次了 这基本上就就都大家体内都是有有这个抗体的 所以就能阻断这个病毒的传染 那么中国可能就是一直风控一直风控 然后他就大家都没有这个抗体 然后突然一下子再加上人口比较密集 可能是有这些原因 呃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出现一个医疗挤兑 这是非常糟糕的事 就我我最担心的其实还不过不是现在 因为大城市里面相对来讲 医疗资源还比较充足充足 但是春运了以后有很多人回乡啊 这农村里面这一发起来不得了 这个是我现在最最担心的一个事情 还有一点就是在从这篇报道里面 我就是我感觉到或者是我读出的是 可能是现在中国年轻人的想法 或者他们的诉求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精神状态 呃可能北京的最高权力层的人并不是直接了解 这也是文字里面是呃直接是形容为震惊 呃这个我我记得之前我的这个华尔街论坛的 我们有讨论过我也表达出类似的观点 我就是觉得啊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在想什么 他们想希望啊得到什么或者是他们他们关注什么呃 可能北京的那些人并不真正的了解 这个可能是个隐患也可能是呃 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北京的最高权力层的人是不是得做点什么 毕竟我们在节目里第一个话题就谈到了呃 这个所谓的爱国大威巨震 他们经营了这么多年 但是最后还是怎么说呢 他们并没有控制住或者是还是啊 并没有控制的很好 要让11月底12月初的这些街头运动发生了啊 这个可能是对你三年你三年 我在以前看了一张照片把我笑死了 那个又出自一个电影的那个照片 嗯三年了你知道你知道我的三年是怎么过的吗 对这个这个我记得是你别别懵了 这确实你我说前面我说这个燃火燃花炮足 应该是让他们尽量去燃放 只要不出安全事故就好 嗯所以现在出现这个情况的话 其实大家也没有办法 就是你确实只能让大家去赶快 其实现在你现在能做的就是降低重症和死亡 一般来讲对一般人确实很痛苦 确实有嗓子很疼 但是呃发高烧 但是不至于要命啊 基本上你就把它当个大会感冒也行 对于一般人来讲 但是呢对于重症来讲的话是要命的事 所以现在能够你你防控是防不住了 那怎么办呢 你就是尽量减少他的这个重症和死亡率 现在确实有这样的药 有这样的药 有这样的药 那赶快就现在我听到一个好消息 今天早上在瑞严世界我也报道了 就是这个呃北京很多基层的社区医院已经得到通知 说马上要发这个药对这个药的话 他不是一个不是一个高大上的药 不是一个好像必须要的什么教授才能够那个 这这个药就是普通的社区医生开的药 呃在美国的话这个药店的这个 药剂师都可以给你不需要处方都可以给你这个药 所以这个药的话使用的对象 开处方的人应该是社区医生 哎在北京现在已经开始了 有很多社区医院已经得到通知 说马上要来这个药 然后对他对这些医生进行了培训啊 告诉你怎么用啊 应该怎么是一个正确的使用方式 哎这个是很好的 这个药确实要是能够赶快的大面积的普及下去的话 真的是可以降低你死亡率的 大家确实有这个疫情有痛苦 呃没没办法现在控不住控制不住 但是我们要工作的重点就是能要做的事情 就是降低他的重症和死亡 好谢谢二位的评论 那么今天啊我们节目到这里呢 时间也差不多了 大家可能在想啊 和平先生为什么没有来呢 因为呢他现在这个熬夜在灌水 在哪里灌水呢 就是在这个六都世界的社区上啊 那么这里呢也郑重跟大家说啊 昨天呢我们在这个六都世界上 分享了华尔街论坛编辑部的一些小故事啊 大家普遍指出 这个公司给我们提供的这个饮食啊 质量实在太差 那么呢如果大家在这个六都世界 有一个叫做鸭楼啊 这到底是什么 大家在六都世界看一看就知道啊 灌水超过一千层 那么可能和平先生就会和我们举行现场吃播啊 直播吃鸭 如果大家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大家一起去六都世界灌水 最后呢仍然是感谢给我们打赏支持的朋友 感谢艺人打赏 感谢蔡王猛同学打赏 感谢明哲打赏 感谢少年打赏 感谢我是ZG打赏 感谢WBMS打赏 谢谢各位对于我们的支持 另外跟大家说的呢 就是啊 华尔街电视呢 金基亚又在招兵买马 哎 除了讲科技的 除了讲体育的 现在呢我们又多了一位讲艺术的主持人 沙伦 沙伦在最新的一期沙伦一报中 就为我们讲述了世界名画 以及到底如何欣赏这些世界上最美的画作 节目最后 请大家一起来观看沙伦讲话的有关节目 请不吝点赏 请不吝点赏